第二次提小男去游乐园时发现摩吞轮上的吊轮 缓慢的以等速率做圆周运动 如右图所示 若在搭乘摩天轮的过程中 甲吉丙在同一水平高度上 以为最高点 丁为最低点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因为我们是做等速率圆周运动 所以我们的速度是一样 因此我们的动能是一样 那么动能是一样 所以我们的选项B呢 说我们的动能大小 是丁大于甲等于丙大于乙是错的 因为我们的动能是一样 但是我们的高度有差别 高度有差别表示重力位能有差别 动能一样 重力位能不一样 所以力学能 重力位能加动能就不会一样 所以选项C说力学能甲等于乙等于乙也是错的 那么在整个过程中 重力是向下 那么他有一个高度差 有垂直方向的位移 所以有力量 有位移就表示有做工 所以选项珠说 重力不做工也是错的 那么我们看到乙是最高 所以他的重力位能最大 甲比一样高 所以两个重力位能一样 那么丁是最低 所以重力位能最小 所以A叙述是对的 所以第二次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 调然的未能大小以大于甲等于丙大于丁 我们在请访主要关系好 我们在请访主要关系好 则下列叙迦